好 到SKY 繼上一次Cable打造距離篇之後呢 今天來到了Cable的健美式訓練 第二季 胸肌篇 今天呢我們會使用四個超高效率的動作 來全方位的打造你的胸肌 先來跟大家分析一下Cable練胸的優勢 第一 它能夠讓你的肌肉全身保持在良好的張力下訓練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第二 相較於固定式器械與槓舞的訓練 Cable擁有更大的角度變化以及關節自由度 這對於肌肥大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第三 使用Cable訓練非常省時便利 調整重量非常的快速 不用把重的要命的槓片翻來翻去 首先第一個訓練動作 斜板上胸 我們先準備好Bench 將它調整約為60度 放置兩側握把正中間 調整好握把高度 高度的調整我會建議大家 當你躺上Bench後 握把高度剛好讓你的手臂略低於上身 如果調整太低 會讓你的肩膀角度處在一個很不舒服的位置 除了增加肩部受傷的風險 也不利於發力 如果調整太高 則會降低你的訓練行程 讓肌肉張力大打折扣 所以調整好握把高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前置座椅完成後 接著我們開始訓練 我會先用大約正式組三分之一的重量暖身一組 再用三分之二的重量暖身一組 暖身完成後開始進入正式組 正式組建議做12到15下五組 上推時1秒 下放時2秒 吐氣發力上推 吸氣緩慢下放 雙手由外翔內帶 頂峰時可以稍微停頓帶一點夾胸的感覺 斜板上胸需要特別注意手臂與身體的角度 我們從側邊看 發力上推至頂峰時 手臂與身體的角度約為135度左右 如果你的角度小於120度 那你只是在做斜板的平胸握推而已 主肩休息建議抓1分到1分30秒間 接著第二個動作 平板握推 我們先將bench調適0到30度 接著降低握把位置 同樣的原理 握把高度太高或太低 都會影響肌肉的張力 握起把手後 手肘略低於上身較為理想 平胸握推的重點在於 手臂與身體的角度剛好為90度是最為理想 正式組建議做12到15下的五組 上推時1秒 下放時2秒 吐氣發力上推 吸氣緩慢下放 雙手由外向內帶 頂峰時同樣可以稍微停頓帶一點夾胸的感覺 主肩休息建議抓1分到1分30秒間 平胸握推要特別注意 手肘與身體的角度不要過大 45到60度較為理想 過大的角度會加重對肩部活動度的負擔 第三個動作 站立下胸 我們將握把調高 雙手握住握把大約在下胸的位置就好 不用調太高 太高的話地下會不好啟動 肩膀容易受傷也完全沒有必要 用K-POP訓練的重點在於角度 角度是胸肌外型雕塑成功的關鍵 雙手握住握把後身體稍微傾斜 吸飽氣後發力吐氣 由外向內下推 再緩慢回到初始位置 雙手由外向內帶 頂峰時可以稍微停頓夾一下胸勾的位置 下推1秒上放2秒 好好的感受離心時與重量的傑康 這個動作要特別注意 上放時不需要將手肘抬到太高 有些人為了增加行程會刻意將雙手抬高 但這樣會增加肌肉拉長的風險 對於肌肥大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不如把重心放在頂峰時的肌肉張力上 正式組建議做12-15下屋組 組間休息建議抓1分到1分30秒間 第四個動作 跪姿上斜夾胸 我們將握把調低 可以的話找一個軟墊墊在膝蓋下方 雙手握住握把後 吸飽氣發力將雙手向斜上方推起 增加訓練角度 為了讓訓練基礎達到平衡 建議大家雙手一定要輪流交錯 第1下右手再上 第2下就改為左手再上 跪姿比站姿要來得更穩定 更好抓到身體的重心 不會讓你在訓練時身體產生過多的前後搖晃 上推1秒下防2秒 頂峰時可以將雙手向前推出 放鬆肩胛骨 好來增加頂峰時的肌肉張力 正式組建議做12-15下屋組 組間休息建議抓1分到1分30秒間 如果你是希望上胸更加飽滿 胸溝更明顯的話 那麼跪姿上斜夾胸就是你的必練動作之一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Cable訓練胸肌篇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按讚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推出Cable訓練的臀腿篇 以及背肌篇 我是建人大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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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etit更多的